今天给你试一下怎么做一个男人 教一下你什么叫人间纯愿 OK好 现在呢我要给选洋一卓画我平时会画的妆容 因为时间关系 所以呢我们都已经自己给自己打好了底 画好了眉毛 确实我的眉毛就是难度比较高超 我觉得选洋一卓这种手艺人 他可能画不出我这种高难度的眉毛 为了防止他画错了 我还是自己画 是不是呢 那么接下来呢 我先给小卫卓上一个魅惑的眼影 就是张欣平时的妆容都是一整个大红色 打个底 我很享受人家给我化妆的感觉 眼影刷刷自己眼睛会很舒服 你要相信我的化妆技术挺好的 好一整个看不清 大家我知道没关系 我的手在倒 好了再加深一点 看不清的看不清 来来来来 加深一下 平时张欣的妆容都是比较浓的 这个上一年我买的圣诞盘给它加深 爱麻烈 永远太上次了 但是你要相信我 我还是能整就浓 哈哈哈 眼睛想给你看看 哇好浓啊 完全没有晕开的一线 你很像一个雕刻的木 你看我 你们化妆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眼睛下面 这一个印象 这个眼影盘十分推荐 你看我都已经用到铁皮了 那你摔的吗 不是我真的是用到铁皮了 看到没有 我好怕刷到你眼睛里面去 图包师的化妆手法 看我看我看我 我化妆才叫粗棒 你看看你自己感觉还可以吧 嗯 嗯 这种真的很好 就这样挤出来然后涂 你咋回事呢你呀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 闭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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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闭 嗯 先别看 怎么还不让人看 对自己的手艺这么没自信吗 非常的有自信 那就是说张老师现在 在这个过程当中说一定要非常完美的让你看到不想看到这个过程 那种专业的那种化妆池是不是都是这样子 啊 感觉到头 有那么点人样 什么明明就很好看 什么叫有那么点人样 我知道镜头感很重要 但是画照的时候先暂时不需要有镜头 看一下嘛 哇好长的眼线 今天就给你创造不一样的GG 我还会画下眼镜 别该怎么画呢 你整个大不顺手了 就是说 你需要浓一点还是淡一点 淡一点 好 我是这种热吗 不是 什么叫还行就是很不错 哇这是什么意思 我会在这打特意 平常是有一种不会涉及到的 我觉得我化妆是那种2D化妆 平面化妆的一种 我平时打算我很重 你发现了吗 看不出来了 我还以为你本来就面色很红 一整个就是说这个相机有点太实妆 这样子 感觉你画在面画一样 哦那个盖子不这样 不知道上面谁擦了 就是我 还有我会点质 在哪儿啊 看不出来 直接刷两把吧 做了那种各种各样各种的化妆 下来上看 怎么样还可以吗 这位顾客满意吗 这位顾客满意吗 你不会拿这双公演说 张欣帮我画那天你帮我画的那个妆 会哦 好疯巧 是什么 是什么 口红 还拿纯沙沙 那当然写的专业 不明白 你再认为那个口红带不酒味 这我真不知道了 看 突然就很红 就是说你的眉毛看着有点难受 太黑了 过一点 你化妆的表情好认真 好笑 是不是应该再加一个机会 在我的隔壁拍一下我的化妆的表情 好 结束 你看看镜子 仿佛就是张欣的妆 印在我脸上 好妖艳啊 你的妆容 什么叫好妖艳 哪里妖艳了 这个镜子为什么把我卧蚕照这么大 你快过来看 对啊为什么 可是是有蚕蚕 你是不是会化妆 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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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到我化妆了 接下来到璇玉镯来给我化妆 腰间你什么叫人间唇 叫人间唇 张欣从来没走过这个风啊 今天跟你试一下怎么做一个男人 这不是吧 是妖艳人嘛 我也没有很妖艳 但不知道为什么妆容安在了你的身上 就是不一样的感觉 但是安在我身上还好 可能我身上留着泰国血痛 天生浓妆掌控者确实 这个名字不错 先上鼻影 对啊 我的眼睛都是一个眼睛盘完成的 这个盘 喜欢的卓士画法是点滴型 很不错 就打了个鼻影就很不错 一个大素颜加个鼻影就很不错 最近请问一下跟刚刚有什么区别 我的鼻子突然之间就变高了很多 是皮脱藏了 我记得让你变成刚出道的样子 我刚出道的时候画的眉毛是毛毛虫的 一直被我涂上眉毛毛虫 眉毛就是一把封铁的刀 封铁的刀 这个形容也挺有意思的 给毛毛虫好吧 是 你不觉得我的眼睛很好化妆 嗯 嗯 很棒 区域也很大 贵盘也很棒 我用了粉色涂的下边 好 看不出来 这里真的看不出来 你自己看吧 我这个妆真人看更好看 这个屏幕现在大家你们是无福享受这个真人的选丽 我听到这边副封锁的感觉 对吧 是不是很难受 要不这样子我们把这个妆画完之后搞个投票 那个投票更高的那个人就可以让他画一次下手加薪 这怎么样 我的提议怎么样 可以啊 你的战姐会说回去戏跳成画 你画的还可以 就是有一种我可以去看演唱会的感觉 你画真的好多 化妆就是在讲座啊 你这么安静 你不是说要剪一个短一点 是 讲座都会干什么 好了 我闭嘴了 从此刻开始 然后就现在可画眼影 怎么又讲了 但是我一般都会毁在给别人发眼线的衣服 这是我处罚后看的眼线 这个今天要按照我的风格 ok 这里也这么多 不过你的眼线就毁掉了你的唇语图 本来是唇语 画了眼线就唇甲人 还挺多默默 好 这是学浪语图 到此刻为止给我画的唇语眼影 你知道什么是唇语图吗 就是唇语图吗 就是唇语图 就是唇语图 原来是这个样子 我还要卧槽呢 眼睛很大了 你卧槽怎么这么大 不需要卧槽了吧 你卧槽就别人量味道 你这眼睛像虫的 你卧槽 你卧槽 改了大的窝槽 这是眼线 讲我们要画眼线了 清晨就现在的唇语 对他就变成了唇语 唇人了 看上面看前面 你看怎么顺 看上面 看下面 不敢讲话 是吗 就这样 结果明明 我这个眼线比我好像坏了 他怎么又又看呢 等你只有最后应该面前 怎么开始我眼线画了两个瞬 我画完粉都被光了吧 结束了 眼线我就开始沉默了 小月都在唇语中 回到眼线上,我眼线真的有点坏了 我怎么感觉你要飞出天气了 我眼线已经坏了 我冷汗都出来了 我确实是雪儿竹的眼线风雨了 就是一整个这样子的感觉 来吧继续吧 其实还行 还行,我拿再拿个眼线 请不要发现场 我画眼影画了5分钟 画眼线 不要粉再打一打 你就上腮红了 为什么要粉再打一打 我喜欢这个腮红是一个眼影盘 给人化妆原来是一件这么可怕的事情 喜欢你的眼影就是说一整个很牛 你是眼线 sorry,眼线 这样不错 他已经开始自我陶醉 那是我的武器 要上武器了,肖然 不错 今天好可爱 球迷 就是乖巧妹妹的感觉 你看嘛 你看我结束了 结束了 我真的喜欢遇到的化妆 就是彻底都没有给我打妆 我说结束了 我从来不打妆 你漂亮 ok 你信不信不信 你去看一下 确实 你的眼线真的好牛 说的眼线 球运的眼线 不要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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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我给你画的 对的确 雪洋玉卓这个 妆很清透 对很清透 就是这个眼线 你这样 ok 好了 就是雪洋玉卓给我画的清纯妆 为什么这边的眼线就是说 很高这么多 整个淡妆美女 对淡妆不好吗 确实挺好的 对吧 是的 接下来我要给雪洋玉卓换上她的衣服了 家人们 奇迹卓卓开始了 那我给雪洋玉卓拿了我之前又穿过的一件衬衫 还在顺便里面 家人们男人上线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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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有那个 在杭州街道穿成这样吗 还有这个帽 有正常人叫这个吗 这肯定有啊 肯定有正常人 哪有正常人在这个杭州大街搞鸡能风啊 穿薄呀 真的哭了 你现在穿完之后你本身还 老公 老公 我不需要 哎呦 贝贝家 不是贝贝 很多都需要 一个贝贝家 没有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对对对对 这么爽 还好 好了雪洋玉卓 这是我平时的装扮 嗯很有我的感觉 好 这是我给雪洋玉卓的穿搭 张欣Style 再加上我平时的妆容 然后还有这个机能风的袋子 还有我的PRODA PRODA 还有我BM的裤子 你先别拍 好的 这就是她的全身了 来给大家转一圈 OK 完成 诶 其实还可以 好的当然 这也还行吧 只能说原来没想当张欣平常 鸣鸣光浪的 要带这么多上身 真的是不容易 确实 对吧 可能行李箱都要比别人重两倍的程度 不要错 已经混到我了 混到我给你穿了 晚上下面就是雪洋玉卓 可爱纯玉的穿搭 请大家跟我一起见赏 就是这个 阿瑟就是这个 小群群 喜欢打底裤 打底裤 当然是为您准备了的不然 不然让您光屁股吗 快点吧 换上它 已经开始脱了 这也可以播吗 哇 这个小虎真的很不自在 多可爱啊 蛮可爱啊 很可爱啊 感觉就是说一整个人都很素的样子 没有这才是漂亮我跟你讲 真的就是有那种 看似没画 其实又画的那种自然感 这样才是真正的你星星 看我眼 等一下 我这个刘海是怎么 怎么会这个样子 你看星星的穿搭 星星子 紫菜兮兮兮 的OOTD 哇 好可爱 看这个就像被绑架了一样 表情表现出两个漂亮的表情 觉得自己真的好看 真的漂亮 还有拿着这束花 真的很可爱好不好 我感觉自己真的 像没穿衣服一样 没有你穿了 看它这么红的口红 看我是不是像是没化妆一样 你不懂 我平常都是用这样的口红 这样子拍出来 自拍超漂亮 真的吗 好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要出门了 大家 我能不能把我贝比较脱掉 可以可以可以脱掉 脱掉 脱掉 我们现在来 尊重你的穿搭 那我们要不要带什么 就是耳环之类的 我们现在准备要出门了 穿着互相的衣服 体验一下互相的人生 是怎么样的 现在在杭州 现在我觉得浑身的难受 我现在也是就是说 感觉自己的布料有点太少了 对啊你穿裙子应该 但是这种很久没穿了 就是得过于碎花了 我现在也觉得自己就是 还背着这个包子 我们现在要去一家 我之前找的一个洗餐厅 出发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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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进不来了 我会死 我会变成一个肉饼 才能不能够 体温正常三十五点九摄氏度 体温正常三十六点二摄氏度 体温正常三十六点二摄氏度 好 他说